天保15年的某个清晨发现皇帝不见了的皇宫乱作异团 此时一个在人群推散中被推倒在地的皇子深刻的意识到自己真的被抛弃了 那个昨天还在说与长安共存亡的父皇早朝的时候已经没了踪影 很多人都被抛弃了 很多人也都变了 原本镇守着皇宫的侍卫们为了保命将皇子公主聚在一起献给了安禄山 那个不知名的皇子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 听宫里的太监们说安禄山很厉害 一个招命就把赫赫有名的风长青打得落荒而逃 又听大臣们说大唐两个最厉害的将领都被安禄山吓得不敢出战 皇子不明白是遭遇了什么样的军队 才让风长青和高先知这两个长盛将军胆怯 但接下来他就要面对安禄山了 很奇怪进宫后的安禄山没有立刻杀掉这些皇子公主泄愤 而是扒光了他们的衣服驱赶到了一片浇满没有的孔地 因为恐惧赤裸相见的皇子公主们并没有多少羞丧 他们只是不安的等待着接下来的命运 随后那个不知名的皇子看见空地外有一群人 搬着一张硕大的椅子放在了他们的不远处 然后一个体型肥瘦的男人坐在上面 如同看戏一般看着他们 紧接着一群穿着古怪的士兵将煤油倒在了这些皇子公主的身上 这一时间所有人都明白了这是要烧死他们啊 痛哭尖叫求饶声瞬间响起有的皇子想要逃离 却被周围拿着弓箭的士兵逼了回去 可就在这些人已经接受了将要被烧死的命运时 突然有一个士兵走了过来 只见他抓住不知名皇子身边的一个公主 然后掏出佩刀割破了公主的脸颊 同样被割破脸颊的还有其他的一个皇子 而那个士兵在做完这些后就立刻退远没有了其他动作 士兵的怪异行为让所有的皇子公主都有些不知所措 可就在这时随着几声脆响 数个被扔来的罐子在皇子公主间衰裂炸开 罐子里腥臭的液体瞬间飞陷的到处都是 这时皇子中有一个年纪稍长的终于忍不了了 他闻着身上的恶臭 高僧像坐在远处的安禄山大吼 要杀要寡快一点 不要妄想用这些把戏侮辱皇家的尊严 安贼这个杂种身上的血就和泼在自己身上的狗血一样下贱 皇族尊严狗血杂种 远处的安禄山冷笑一下没有理那个叫嚣的皇子 安禄山明白所谓的皇族尊严 在李隆基逃跑的那一刻早已所剩无几 而那个皇子嘴里所说的狗血 也将会让这些王公贵族把最后的皇族尊严消耗殆尽 此刻那个不知名的皇子颤抖着想抹去身上的血资 即使他知道自己马上要死了 但身上粘着这些污秽之物 让从小养尊处优的他甚至有些生不如死 可就在他皱着眉头强忍住恶心 使劲揉搓着身上的血污时 一阵细微的笑声突然从他的侧边传来 不知名的皇子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还是说有人已经被逼成了失心风 就在他转头寻着声音望去 想要看看哪个皇子承受能力这么弱时 一张嘴角拼命向着耳根延展的笑脸出现在他的面前 紧接着肩头传来的剧痛 让他都有些难以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只见那个平常吃书打理的皇兄 一脸大笑的从他肩上撕下了一大块肉 同一时间人群中又发出一声惨叫 另外一个脸上被划破的公主 正满脸大笑的从地上站起身 而他的嘴里则叼着一块血肉模糊的下体之物 这些都是假的 这是噩梦 这一切真的都是噩梦 那个不知名的皇子 欲哭无泪的看着刚刚咬下自己一块肉的皇兄 狂笑着将自己压在身下 不知道是恐惧还是绝望 让他已经丧失了周身的感觉 但已经行过人事的皇子明白 此时的皇兄在侵犯自己 一切都疯了 看着远处疯狂在皇子公主间迅速蔓延的安禄山 不禁府长大笑 这就是黄土悬脉嘛 看上去也没什么不同呢 真的沾染这些污秽之物 不还变得和没开化的禽兽一样 只会骄狗和厮杀嘛 什么高贵的噱头 现在不还是和畜生一样下戒 除了安禄山和他的手下之外 那些归顺叛军的大臣们看到这一幕时不禁面面相去 他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虽然早就听说安禄山游走塞外得到了一些奇珍异宝 但这个东西未免太诡异了 甚至有几个聪明的大臣才想到 风长青等人的落败和不必而战 说不定和这个东西有着很大的关系 随后在一个公主掏出一名皇子的内脏挂在脖子上时 有一些大臣直接控制不住吐了出来 眼看皇子和公主感染的差不多了 甚至已经有好几个试图向外奔跑攻击其他人时 安禄山抬起胖手 命令手下的士兵射火箭点燃这些皇子公主 随着几只火箭落在煤油地上 火焰瞬间吞噬了这群如同群魔乱舞一般的皇储 在所有的皇子公主倒在地上没有了气息后 安禄山手下那些穿着黑色油不一的士兵 将所有的尸体聚在一起 再次浇上煤油又一次点燃 他们清楚这些存在必须要彻底烧成灰烬才行 而他们也是专门负责这些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皇帝逃跑 皇子公主们被屠戮的消息 传遍长安的大街小巷 也有一些小道传闻 那些皇子公主临死前 如同勾来女子和客人一样 肆无忌惮地释放欲望 然后互相残杀 不过听者也都把这些当作杂谈野屎 并无多少相信 时间来到757年正月初五 浑身长满戒窗的安禄山 又一次因为疼痛的折磨从梦中惊醒 此时的他已然双目失明 明明已经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可还没有像那个皇帝老儿一样 享受这一切时 疾病和痛苦却开始无时无刻 不再折磨着安禄山 他不甘心 这时安禄山摸向了专案边的一个琉璃盏 难道这一切都是这些东西的诅咒吗 安禄山不禁感慨 但献出这个东西的胡人明明说过 一星过空 加上这个东西的现实都象征着自己就要权倾天下了 可为什么现在自己变成了这副鬼样子 安禄山又想起了他的母亲 曾告诉过他 在安禄山出生当天天有异想 一切的一切都代表着这个天下该归他所有呀 难道说 这时安禄山轻轻的抚摸起手里的琉璃盏 当初那个胡人说过 这个东西不能滥用 不然就像西晋时期的杰人一样 全体泯灭 可疾病缠身的安禄山想到被这些东西感染后的人们 癫狂欢快的样子 突然有了一丝莫名的向往 也许自己是不同的 不像那些虚名皇族一样 他人皆是猪狗 唯有自己 自己的血统 自己的天命 是因为自己这些东西才出现 自己一定是天命之人 想着 安禄山拿起琉璃盏 将里面的东西一眼而下 然而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唯一 自命不凡的人们组成了这个千篇一律的世界 那个陷入癫狂的安禄山被自己的儿子安庆旭 联合李珠儿所杀 没过多久 安庆旭顶替老爹安禄山的位置成为了叛军头领 可那一天父亲癫狂的样子也让他对那个神秘的东西讳目如深 不过他也清楚 想要真正的统一天下 他还是需要那个东西 再之后安禄山之子安庆旭收到前线伊紫旭发来的战报 这个他亲自任命的汴州刺史河南节度史 带领着十几万人马居然被几千人的虽扬守军挡住 甚至伊紫旭不断请求增援 还请令使用那个东西攻城 得知这些消息的安庆旭不禁哑然失笑 对于他来说 无论怎么想 相比使用那个东西造成的麻烦 几千人的防守根本不值一提 可他不知道的是 伊紫旭早已把那种东西投入战场 而对抗这一切的 则是后世议论颇多的吃人将领张寻 如果没有安史之乱 张寻可能只是一个史书上一笔带过的普通县令 即使他从小博览群书 熟读战阵兵法 也即使他高中近视 为官清廉 体恤民情 可最后 因为清廉政治 不愿攀附当朝宰相杨国中的张寻 被调到了真元县 当一个小小的县令 可之后 安史之乱爆发 因为早死明君晚死昏君的李隆基一通骚操作 好不容易抽到的王炸将领 都被他用三个二带出去了 导致安禄山顺风顺水 一路平退到了长安 而作为一国之君的李隆基 却抛弃了代表国家的都城 可即使皇帝逃跑 都城陷落 不少地方皈依叛军 却依然有人站了出来 以唐臣之身份 唐臂当车之姿态 带领七千守军 抵挡数十万大军 近一年之久 斩杀十余万叛军 百余名将领 让大唐有了喘息之机 以及翻身的机会 这个人就是之前提到过的 一界先令张寻 在死守隋杨城之前 张寻也带过千人 对抗上万敌兵 那个时候 他抢下了令狐朝 献给叛军的雍秋城 令狐朝得知 立刻带着上万叛军攻城 可无论是劝降还是强攻 令狐朝都没有得到多少便宜 最后在张寻的攻击下 令狐朝大败而归 不过雍秋城虽然守住了 但周围其他城池 不是被攻陷 就是投降敌军 雍秋一下子就变成了 一攻难守的死骑 于是张寻主动放弃雍秋 随后带着战马兵将支援隋杨 在这里他结识了隋杨太守徐远 徐远在和张寻一起抗争了一阵后 觉得自己用兵远不如张寻 于是将兵圈授予张寻 自己负责后勤保障 这一次他们合兵约有七千人 可他们面对的 却是反将殷子齐所率的十余万大军 刚开始的殷子齐 面对稍有成就的张寻并不在意 对方的行为在他眼里 只是以卵击石 可在经历了二十余次正面战斗 叛军死伤上万 反应过来的殷子齐 发现自己拿面前这个隋杨成 居然毫无办法 于是他设法串通城内守军 田秀荣 试图从内部瓦解隋杨守军 可张寻一得到军权 就立刻开始清剿内部驻宠 干掉田秀荣后 知道田秀荣和殷子齐 打算以绿帽为标的张寻 将计就计 让手下戴着绿帽装作投诚的将士 在战斗中冲出城外 叛军得到命令 也都知道戴着绿帽的是降将 所以没有任何的攻击和阻拦 可谁知那些降将 在冲入营地后 就开始挥刀乱杀 汉军被杀了个措手不及 军粮物资也被张寻抢走许多 朝廷知道了张寻的功绩 立刻败其为御史忠诚 吃了亏的殷子齐明白 想从内部瓦解 已然不可能了 于是他几乎用尽了各种方法攻城 无论是云梯枪攻 还是劝香攻心 亦或是奇谋诡计 都被张寻破解击败 直接带着部将主动出击攻打叛军 叛军瞬间被这种大胆 且不要命的打发打懵了 他们根本想不到 兵少马若的虽扬守军 居然敢主动出击 乱了阵脚的叛军 在张寻带头的攻杀下 溃逃十余里 不断损兵折将的殷子齐 只好向当时的叛军头领 安庆旭请求支援 甚至他都想把安禄山 最开始投入战场的那些东西 也放出来 虽然安庆旭任命他之前就说过 那些东西 只有在重要战斗时才可使用 殷子齐觉得 现在不就算吗 不破虽扬 他们就打不到 唐军前梁之援所在的江淮 只有攻破江淮之日 才是大唐雨灭之时啊 可安庆旭虽然派来增援 却不让殷子齐使用那些东西 一开始殷子齐 还在想方设法 破了张寻的首称 可在一次战斗中 被张寻手下猛将 南继云射瞎左眼 差点丧命后 殷子齐大怒 决定违背将令 使用那些封兵上阵 说是封兵 其实就是几个被砍掉四肢 存放在大缸里的人 管理和使用 一般都由军中肃清对负责 在使用的时候 一般会先用砍掉四肢的 俘虏或者奴隶 喝掉这些封兵的血 作为后备 然后 把这些封兵 剁成肉米 将血肉混入猛火油 抛入在前线拼杀的军阵 到时候 无论伤口 还是眼嘴 接触到这些 都会变成 视杀无味 沉浸于杀戮中的狂人 而且 这种疯狂会传染 只要接触到 狂人的血液 或者被咬伤 都会变成下一个 疯狂大笑的狂人 当初战无不胜的 封长青 就是第一次 接触这个东西 被打得爆头熟窜 但不得不说 封长青 真的是一个天生将才 只是交锋了一次 就立刻做出了 应对策略 守城 避而不战 他赌安禄山 根本不敢把这种东西 大规模投放 因为在之前的战斗里 他发现这些 狂人的攻击 不分敌我 如果大规模出现的话 叛军也会头疼 在这件事上 封长青和高先知 赌对了 安禄山 投鼠机器 根本不敢将这种东西 投入城内 因为他明白 一旦疯狂在城内蔓延 即使攻下城池 他们所面对的 也将是一城的狂人 虽然他们有大量 猛火油 作为肃清狂人的工具 但通过猛火油 点燃一城池的人 未免有些不太现实 而且变数极高 战场还好说 叛军在使用封兵的时候 会故意拉开 主力部队和先头部队的距离 并准备大量的火油 而毫不知情的敌方 只能拼命厮杀 甚至到后面 他们不得不开始 和感染疯狂的同伴厮杀 这种情况下 对方军队 已经替叛军 消灭了不少危险 等那些狂人准备回过头 攻击距离较远的叛军主力时 火油就会消灭战场上 剩余的狂人 安禄山也不怕 这些狂人逃入山林 或者扩大蔓延 因为在敌方溃逃的 差不多的时候 主力军阵就会摇旗呐喊 不停击鼓 吸引这些狂人的注意 一般这种时候 狂人的数量也没多少了 消灭起来并不难 不过鉴于不可控刑 安禄山并不敢大规模使用 当初 风长青和高先知 已经研究出了对敌之策 风长青回忆战斗时出现的情况 他们发现可以用油布遮住口鼻 极大的避免体液接触 不过 他们还是打算避免出城交战 走住通关 叛军必不可能攻破这里 而随着其他地方截断 叛军补给支援 等待安禄山的就只有溃败 只可惜 他们传回朝廷的信息 都被当作了胆小窃战的胡编乱造 在奸臣的怂恿下 李隆吉直接刺死了 有机会扭转战局 直接扼杀安史之乱的两员大将 之后 带病顶替的戈书汉 看了局势 以及高先知和冯长青留下的手记 也明白 只有防守一条路可走 只可惜 遭死两年就好了的李隆吉 再次听信奸臣谗言 逼迫戈乱戈乱戈 导致同关陷落 戈书汉被俘 而一场对于大唐的惊天浩劫 也就此开始 好了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 拉回尹子齐这里 对于虽阳的久攻不下 尹子齐可谓已经绞尽脑汁 机关算尽 最后的最后 他还是打算冒险使用封兵工程 不过他也不敢直接将血肉丢入城内 毕竟虽阳城内 至少还有四万有余的百姓 感染的话 他们可能就要面对上万的狂人 而且假如有狂人在工程时期 离开城池 进入江淮 那一切就将万劫不复 这一天 新的工程开始 虽阳城的守军 感觉面前的工程叛军变了 他们的脸上带着癫狂的大笑 即使肩膀被砍断 刀枪捅入他们的身体 这些叛军依然狂笑着通过云梯冲上撑枪 他们的力气巨大 两个人上前抵住 也被叛军冲杀上来 更可怕的是 有几个和这些叛军交战后的随阳守军 突然脸色一变 大笑着挥刀 砍向了曾经的同僚 随着一声呼啸 那个大笑的随阳守军 瞬间被挥来的长刀砍成了两截 烟红的鲜血 伴随着淡黄色的脑花 四散飞溅 眼见被长刀砍出体外的内脏 即将就要迸射到周围的守军身上时 一面破旧不堪的披风 陡然甩出 挡住了鲜血内脏的扩散 一旁名叫廖达的守兵看呆了 虽然经过数月的苦战 杀人与被杀在他眼里早已麻木 可自己的同僚 突然攻击自己 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他还记得昨天晚上休息的时候 那个弟兄还告诉大家 等大唐援军到 他们这些拼死守城的人 一定会加冠进决 到时候再也不用过这些苦哈哈的日子了 可怎么今天 还未等廖达从惊恶中回过神来 那个站在他们前面的高大身影 扔掉披风 大声的告诉周围守军 全体油布遮面 张大人之前说过 这是狂病 不要接触到狂笑之人的体液 现在被火油烧死这些逆贼 这时终于回过神来的廖达 一边掏出被在腰间的油布 绑在脸上 一边焦急的询问面前 正将两个大笑狂人砍下城墙的南继云 火油储备不多了 要全都用掉吗 南继云头也不回的告诉手下 张大人说了 这些东西都是蛮夷带来的瘟疫 不要近战 听到长官都这么说了 廖达只好和同伴立刻搬运火油 像着疯狗一样冲来的叛军泼洒 还未点燃 火油的逆滑 已经让不少失去理智的狂人叛军 从云梯上摔了下去 然而即使他们摔断腿或胳膊 甚至双腿齐断 这些满脸大笑的兵族 却依然和地府中冲出的恶鬼一般 挣扎着从地上爬起 想要生吞活泼楼上的守军 即使之前张群和所有士族讲过 叛军可能有将活人变成嗜血野兽的事情 但真正的看到时 包括此刻站在城墙上的张群和徐远 所有碎阳守军无不汗烟 看着火油被守军点燃 那些浑身燃烧的叛军依然大笑着 想要冲上城墙 徐远带着颤银询问张群 接下来还怎么办 这一波他们几乎用掉了所有的火油 对方如果再放第二波这些携带瘟疫的士兵 碎阳城是要破啊 可看着远方军阵的张群却冷笑着告诉徐远 他会让敌人不敢放第二波的 说完随告诉手下传令兵下令所有守军 凡身边有狂病感染尸体者 小心用箭头沾染血肉 然后向敌方的军阵射击 不求杀敌只求落入其中另外一遍 军阵里的殷子齐看着碎阳城下燃烧的封兵 他知道这一次工程失败了 但无所谓 他手下的封兵源头可是源源不断的 殷子齐不相信小小的碎阳城能有多少火油 抵挡住这些封兵的攻击 可就在回到帐中的殷子齐 洋洋得意的思考 等一下破城了 该如何清剿剩下的狂人时 突然有一个满头大汗的士兵 慌张的跑到他的跟前 大人不好了 诈营 前面的军阵诈营了 士兵们正在互相厮杀呢 顿感不妙的殷子齐忍住伤痛 急忙跑出营帐查看 不应该呀 虽然几个月的工程失利 让军营中的士气低落 但也不至于紧张压抑到出现营效的情况吧 因子齐只安排了小谷的先头军过去攻城 主力军阵离得很远 怎么会 可接下来 当因子齐看见隧阳城里不断射出的箭尸 甚至还有骑兵从隧阳城中冲出 尽可能远的向军阵中射箭时 他明白了 此刻的前线军阵已乱成一团 一个士兵原本还在嘲笑自己的同僚 只是被剑擦伤就捂着脸哀嚎 结果下一刻就难以置信的看着同僚 大笑着插在自己胸膛里的尖刀 那把尖刀刚一拔出 又狠狠的捅了进去 一下又一下 可怜的叛军士兵一声惊呼都没有发出 他的胸膛腹腔就已经被同伴戳成了肉泥 可这远远还没完 那个同伴抓出他身上的碎肉 一边吃一边兴奋的涂抹在脸上 还有的士兵如同野兽一般 直接扑向了旁边的同伴 暗黄色的牙齿将脖子上的血管 皮肤一同撕扯下来 即使有些士兵已经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他们不知道哪些同伴是正常的 哪些同伴不是 此刻仿佛全世界都是他们的敌人 而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 这个时候也发生了 一些明明没被感染的士兵也双眼通红 怒目圆睁地劈砍着自己的同伴 无论对方脸上是否有大笑的表情 也无论对方是否想攻击他 主力军阵的头部骚动 飞速向着后方传来 意志薄弱的士兵丢盔弃甲想要逃离 但很快身后伸出的无数双手将他拉倒在地 如同五马分尸一般 那些大笑的狂人拽着可怜士兵的四肢头颅使劲一扯 瞬间炎料一般喷涌的鲜血将四周的士兵染成了红色 而那颗被狂人抱在怀里的头颅仿佛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死亡 眼睛正飞速地闸动着 但很快那颗头颅双眼流出血泪 整个脑袋也完全失去了生机 张群小儿 殷子齐看着远处军阵里 一个自己很器重的手下在挥刀劈砍了一阵后 带着绝望的嚎叫被封兵拖下战马 眨眼间被撕咬的四分五裂的手下 只剩下一个如同袖球一般被封兵扔来扔去的血红脑袋 此刻咬牙切齿的殷子齐恨不得化身狂人将守成的张群生吞活泼 但他也没有时间生气了 如果不立刻控制 这种东西在十几万大军中蔓延的后果难以想象 不像碎阳城守军 殷子齐所率的反叛军除了殷子齐和手下几个主要将领 以及专门成立的肃清军外 并没有多少士兵知道封兵的事情 所以前来报信的士兵会以为这只是诈营事件 很快身穿斗篷头戴面罩的肃清军集合完毕 在殷子齐的指挥下 他们不顾感染与否 将碎阳城鉴于覆盖位置的军阵 以及骚乱的军阵头部 全部抛洒火油油罐 并用火箭引燃 而那些勉强从前线军阵跑回来的士兵 也不问是否受伤 直接被肃清军斩杀 就那样 封兵攻城一役 叛军损失尽晚 碎阳城守军阵亡过百 而殷子齐再也不敢享用封兵攻城了 他没想到张群的反击会如此迅速 也没想到张群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应对措施 要不是军队里一直被着防止扩散的肃清军 十几万大军可能就要就此覆灭了 另外一遍 虽然在这次攻城战里取得了胜利 但张群对于狂病的认知 也只有封长青等人手记记载的那些 然而也得可以有了这些东西 张群才能抵抗这场无望之灾 不过张群还是有些担心 这些会使人疯狂的瘟疫 会不会随风吹入城内 于是他命手下将甘草松明子等 易燃物对在城外的尸体上点燃 这场围城大火一烧就是二十余天 虽然因为大火随阳城守军得到了少有的休息时间 但原本已经所剩无几的梁草 此时已然告毙 没有梁草的补充 再厉害的士兵也难有杀敌之力 本来当初在叛军来袭之前 许远在梁草物资上做了长期坚守的准备 但朝廷下令将城中一半梁草 调给了临近的两个城县 结果后期这两个城县还直接投降了叛军 现在的随阳几乎连树皮草根都用来冲击了 无奈之下张寻只好在大火熄灭后 派手下猛将南继云出城球员 因为人手短缺 南继云的突围球员只带了三十名精兵 一路上南继云拼死冲杀过关斩将 在杀出一条血路后来到了驻守鹏城的许书记这里 许书记手下有着大量的军队 但他却拒绝发兵救援 甚至还恬不知耻的表示自己会支援更贵重的东西 比如说不匹绸缎 无奈之下南继云又赶往了河南节度史赫兰济明处 姓名手下的军队比许书记少了一些 而他此时所想也并不是抗击叛军 而是自己会不会被有过摩擦的许书记暗算 而且这次支援主要功劳肯定算在张寻头上 所以他也不打算发兵支援 不过他却十分看好南继云 打算将这个万人敌的猛将收入麾下 为此他准备了盛大的宴席招待南继云 可看到满桌的酒肉 南继云却痛苦的哭了出来 城内已经断粮许久 自己冲出来的时候 弟兄们连冲击的树皮都没有了 现在这些酒肉自己怎么可能咽得下去 说着南继云告诉了贺兰济明狂病的事情 他希望贺兰济明可以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然而接下来贺兰济明的话 却彻底打破了南继云最后的幻想 他告诉南继云 如果判军有这么厉害的东西 那估计支援到了 虽阳城也失手了 更没必要浪费兵马了呀 听到这番话 南继云知道再说无意 于是拔出配刀砍断一枚手指 作为犹如使命的见证 而贺兰济明这个奸贼 等他收拾完叛军后再来算账 之后南继云又四处寻求支援 终于他在真元县得到了一百匹战马 数百头牛羊 又在宁陵得到了三千兵足的支援 得到支援的南继云立刻率军赶回随阳 可在路上 他们遭到了叛军的阻拦 为了保护马匹牛羊 让已经断食取久的随阳守军能够吃上饭 南继云带着手下三千士卒和叛军进行了拼死拨杀 来到随阳城时 整个队伍也只剩下了一千人 不过那些牛羊和战马 被南继云完完整整的带到了随阳城 这次的外出救援 让随阳守军和叛军都意识到了一件事 那就是张群不再会有外援了 随阳已经变成了惊涛骇浪下 唯一坚守的工程 同一时间 正有一个安静序下达的命令 飞速送往因子其处 这个十万伙计的命令只有一个意思 封兵工程 不计代价 不择手段 必须拿下随阳 深夜的随阳城某处 十几个衣衫蓝绿的士兵 正借着月光 默默地看着面前一个被绑住的同僚 当一阵怪异的笑声 从那个低着头的同僚嘴中响起时 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 随着一声锐响 那个脖子上插着长剑的大笑士兵 倒在地上抽出了几下后 便再没了呼吸 南继云并没有急着去拔自己的长剑 而是满脸愁容地望向了站在身后的张寻 今天因子其又使用那些疯狂的士兵工程了 虽然张寻的计策和方法都起到了效果 他们用城里的树木 以及城中百姓家里的家具 做成尖刺木桩 抵在城楼上 用来抵挡野兽一样的感染叛军 而那些疯狂的叛军 好像已经没有了生死的概念 为了冲上城墙撕碎城上的守军 即使胸膛被尖刺扎穿 这些感染叛军却依然大笑着想要继续攻击 南继云甚至还亲眼见过一个叛军疯子 几乎半个人都被扎在了尖刺木桩上 可为了继续前进 那个叛军狂笑着扯开肚皮 挂着五脏六腑扑向了守军 某种程度来说 木桩已经极大的削弱了疯狂叛军的实力 但这个已经是碎羊守军的底牌了 他们没有其他办法更有效的杀伤那些感染者 不知道算不算是幸运 因为第一次的教训 殷子棋并不敢大规模使用狂兵 攻城时不但主力军阵躲得远远的 没有有效的远程射击以及掩护 甚至攻城也不再像以前那种疯狂的 万人骑上的场景 可及时几千人的攻城 也让碎羊守军筋疲力竭 此时的碎羊守军在连续的消耗下 已经快不足千人 之前南继云带回来的牛羊也早被吃完 现在城里的树皮纸张老鼠虫子 也都被将士和百姓吃完了 每天都有百姓被饿死 每天每个人都仿佛生活在地狱里一般 所有的守军都在祈祷大唐援军可以到来 可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到这一天 也许是三天三周或者三个月 很多士兵已经饿得连弓箭都拉不动了 而且在这场战斗中面对感染的敌人 他们甚至都没有任何出错的机会 只要受伤大概率就会被感染 甚至不受伤 露出面罩外的眼睛可能都会被感染者的鲜血建设到 今晚那个被杀的士兵就是这样 虽然守军无时无刻 不再遭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他们白天杀敌 晚上可能还要杀死感染的同伴 包括廖大在内 很多士兵都觉得 他们的死亡肯定要比大唐援军来的更早一些 同样这么想的 还有城外的殷子期 如果不是对立 殷子期真的很佩服张勋 特别是在第二次用封兵攻击的时候 看到张勋已经早早的做好了尖刺木桩 利用封兵疯狂无畏的本能反杀时 殷子期就已经认输了 如果不是有源源不断的支援 他自问根本不可能干得过张勋 不过张勋却没有任何的支援 殷子期认为继续使用封兵小规模攻击 并对随阳城进行大面积围困 纵然有天人谋略的张勋也只能认命 另外一边已经饿得皮包骨的张勋坐在椅子上向周围几个守军将领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当所有人听清张勋的话时都不由得倒吸口凉气 这时许远率先站出表示 虽然城中已经开始一子而食 但作为大唐的守军怎么可以吃自己的子民呢 张勋阴着脸告诉许远 没有办法 将士们有些已经挥不动刀了 如果不吃东西 可能破城的时间就在明天 而且不一定吃活人 城里已经饿死了不少百姓 他们可以去吃一些尸体 如果不是有这个瘟疫在 那些敌人的尸体也可以用来冲击 可惜了 听到这句话的许远 无奈的叹了口气 重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这时又有一个军官出声表示 实在不行 他们可以弃城逃离 转移到后方继续抗争 有更多的机会 可张勋却依然摇着头否定了对方的建议 如果守军离开 外面憋了将近一年的几万叛军进了城 迎接所有百姓的也将会是一场大屠杀 毕竟这座城压制了那些叛军太久太久 所有的叛军肯定都憋着一口气 而那口气肯定会发泄在百姓身上 还有就是 虽扬一破 更多的百姓会卷入战火 到时候死的就不是城里的几万人 而是万万人 说到这里 一边的徐员苦笑起来 张勋说的没错 他们好像已经没得选了 只是相比屠城 他们如果开始吃自己守护的子民 更容易被后世议论 这时张勋叹了口气 他告诉徐员 何必去在意那些深厚事 只要守住大唐 唐军支援来了 哪怕因为吃人的事情 把自己关进大牢 自己也认了 徐员看着张勋干瘪 如同骷髅一般的样子 缓缓站起身 他说知道了 随后就叫了几个手下 向着自己的府邸走去 不多一会儿 徐员拎着一个麻袋 走到了张勋的面前 他告诉张勋 城里有尸体 但很多都已经腐烂发臭 将士们吃了 估计会有更大的问题 他们现在只能去吃活人了 为了做表率 让所有的将士信服 徐员杀了自己的小妾 而从麻袋里 不断倒出的血肉 可以看出 这个可怜的女人 应该已经被饿了很久 说是用来冲击 可即使是大腿 看上去也只有一层薄薄的皮而已 哪里有什么 可以冲击的血肉脂肪 不过这应该也比什么都不吃强 张勋健壮 神情复杂的转头 看向了自己身后的老仆 如果说这个城里 能代表对他张勋最重要的人 应该也只有这个家仆了 而那个老仆 仿佛已经看懂了张勋的意思 当即跪倒在张勋面前 抽出佩刀 割断了自己的脖子 就那样 被剁碎的血肉骨头 传到了随扬守军 每个士兵的手里 虽然每一个士兵 只得到了一小块碎肉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然而那一夜 碎阳守军并没有对百姓下手 他们只是找了一些比较新鲜 刚刚饿死的尸体 没有火 没有燃料 即使饥饿异常 可在吃了几口人肉后 许多士兵还是控制不住的吐了出来 第二天 令人头皮发麻的大笑声 照常从城外响起 碎阳守军支撑起疲惫不堪的身体 看向了城墙外 密密麻麻 如同浪潮一般奔来的感染者 相比碎阳城上士兵的瘦弱疲惫 城下那些满脸狂笑的士兵 仿佛拥有无忌的力气一般 不停挥舞着手里的武器 第一波攻击 碎阳城守军勉强算是抵住了 原本暗褐色的木桩围栏 此时已经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即使开战前已经疲惫无比 但生死之间带来的刺激 让守城士兵肾上腺素飙升 木桩后的碎阳守军 不停挥砍穿刺 爬到木桩上的感染者 刀光剑影间城墙上的军阵如同绞肉机一般 不停的将疯狂的叛军撕碎 一天的激战后 碎阳守军再次锐减 一部分是战斗中牺牲的 但更多的是在战斗中受伤 沾染了鲜血 自杀或者被同伴杀死 城外依然没有援军的影子 可远远望去 因子齐的大军依然漫山遍野 仿佛根本看不到边 张群召集的剩下的所有将士 大致处理一下 这一次他们只剩下了八九百人 没有物资 没有粮草 没有兵力 八九百人还想守住虽养 天纵奇才的张群 此时也不禁有些绝望 这样看来不出三日 思想成就要破了呀 看了看城墙上东倒西外的叛军尸体 张群突然萌生出了一招险棋 随后他将徐远 南俊云等剩余心腹召集在了一起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上次吃人的想法 徐远还能理解 这一次张群的计划 却让徐远觉得面前这个男人已经疯了 什么叫做尝试感染一下这种瘟疫 张群点着头表示 没错 根据这些天的战斗 他发现感染狂病的人虽然疯狂至极 但他们会运用武器 以及满嘴的无言会语 这都表示感染者应该拥有着一定的神志 而且这些人的力气 要比普通人大了许多 如果同样感染 最起码所有的将士 都不用担心被感染的风险 最主要的是 他根本看不到支援的希望了 虽养守军就算没被感染 这座死城也要完蛋 如果感染了 说不定可以换取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唐 一两个感染者可能会攻击同伴 但所有人感染了 将士们便不再有思虑之忧 说到这里 张群语气一沉继续道 这样的话 将士们也不用带任何的心理压力 他们终于可以和野兽一样 吃掉城中的百姓了 可是 徐远刚想说出心中的忧虑 却被张群打断说 他明白徐远想要说什么 万一感染了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 弃城逃离怎么办 如果逃到江淮 将这种瘟疫扩散开了怎么办 所以 张群打算先让自己一身视险 说话间 张群站起身放下佩刀 脱掉了身上的铠甲 他伸手示意身边的南纪云 将东西交给自己 此刻的南纪云有些愁畜 但看着张群坚毅的神情 他还是将包在布里的肉块 递给了张群 这是张群战斗结束后 让他从叛军身上割下来的 看着手里的肉块张群感慨 还好这些东西 叛贼也不敢乱用 如果哪天 这种瘟疫大量进入江河湖海 怕是这天下 都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说完 张群又叮嘱在场的所有人 如果自己等一下狂笑不止 只是野兽一般想要攻击其他人 那么就杀了自己 他能做到的 已经全做了 现在能做的 就是希望老天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化为厉鬼 去对抗敌人 与霸 张群给身边的南继云递了个眼神后 不等他人阻拦 直接将肉块丢进了嘴里 随着肉块的咀嚼咽下 张群消瘦的脸颊开始愈发苍白 紧接着 仿佛在压抑什么东西一般 张群的额头爆满青筋 脸上的肌肉 也肉眼可见的开始不停抽动 随后 一阵刺耳的笑声 伴随着张群不断上扬的嘴角 传了出来 南继云见壮 红着眼眶拔出佩刀 虽然痛苦 但他知道只能这样了 可就在他要斩杀张群时 却被一边的徐远拦住 徐远让他再等一下 张群好像虽然状态不好 但目前没有要攻击人的样子 就那样 在场的所有人都面色复杂的 看着面前浑身颤抖的张群 在仰天大笑一会儿后 嘴里不断骂出下流之言的张群 脸皮抽动 仿佛在压抑什么 慢慢的 张群紧咬的牙关开始渗出鲜血 而他的嘴角 好像也不再像刚开始那样疯狂上扬了 周围的人不禁也开始紧张起来 就连南继云这种刀头舔血多年的汉子 也从未像此刻一般紧张异常 最后 在众人的注视下 轻轻暴露的张群 居然咬碎满嘴的牙齿 停住了大笑 他张着只剩下一两颗残缺牙齿 不断流出鲜血的嘴巴 如同刚学会说话的孩童一般 磕巴着向着周围的几个人说道 守成 他妈的守住这个婊子一样千草的城池 随后 他看向了一边的徐远和南继云等人 让他们快点感染 因为此时的同伴在他眼里是那样的诱人 他恨不得把这些人全部扒光 边糟蹋边吃掉 听到这话的徐远先是一愣 然后苦笑着吩咐手下 召集所有的手军过来 他们要一起变成这种东西了 所有人集合后 徐远正要带领所有守军吃下血肉 却被南继云拦住 南继云告诉徐远 他们需要将自己绑住 因为张大人之前就叮嘱过 自己的战力太强 如果感染后出现异变 没有人能拦住自己 到时候自己就是最大的威胁 就那样 被众人绑起来的南继云 第二个吃下了叛军的血肉 然而 转变后的南继云丝毫没有自控的迹象 他狂笑着表示自己要杀尽天下人 然后红着眼瞪着面前所有未感染的士兵 如同看见鲜美的食物一般 一边流着口水 一边试图挣脱绳索 可就在这时 张寻发出大笑 狂奔过来 他一脚踹在南继云的头上 然后磕巴着质问南继云 南八 你难道只能这样了吗 不知道是不是被张寻的气势压制 南继云的脸上 虽然还挂着恐怖的笑容 但他不再说什么杀尽天下人的事情 接着他居然磕巴着回答了张寻 南继云说 他本想在这天地间做出一番事业 杀尽天下人 但张寻的话让他死也可以 最后如同怒吼一般 南继云发出长笑 守城守住这该死的城池 就那样 在解开浑身颤抖的南继云后 正下的几百守军 同时吃下了手中叛军的血肉 半赏过后 狂笑声在城中撕袭比伏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张寻 南继云那样压制住身不见底的欲望 不过这些人刚好可以满足南继云的欲望 在牵手斩杀了一群不听话的士兵后 剩余的感染者对于浑身鲜血 如同修罗再世一般的南继云 纷纷不敢造次 守城 张寻怒吼一声 剩余的所有人也都发出守城的怒吼 这是几个月以来 隋阳城守军第一次充满这样的活力 夜晚 隋阳城某个小破屋里 一名衣衫蓝绿 瘦弱不堪的老夫人蜷缩在床上 他感觉自己可能快要死了 城里基本所有的粮食 都优先分配给了守城的战士 最后就连那些战士 连老鼠树皮这些充滞的东西都没有了 就更别提城里的老百姓了 每天都有人大片大片的饿死 活下来的也都是些义子而食的人 老夫人因为自己的儿子就是隋阳的守军 所以刚开始 家里还藏了一些可以充滞的老鼠肉 才让老人尝到现在 不过老鼠肉也早就吃完了 老夫人也很久都没有见过自己的儿子了 也许儿子已经在战场上牺牲了吧 老人闭着眼睛感受着自己生命的逐渐消逝 也许他马上就要见到自己的儿子了吧 可就在这时 房屋的门突然被人踹开 老夫人顿时感到一股熟悉的气息传来 好像是自己的儿子廖大 此刻的老夫人已经没有力气呼唤自己的儿子了 但他能感觉到廖大一进屋 就将自己抱在了怀里 老夫人抚摸着儿子的脸颊 虽然瘦如枯狗 但能感觉到自己的儿子在笑 并且笑得非常开心 是不是战争赢了 是不是援军到了 老夫人蠕动着嘴唇 想要询问儿子的状况 但此时的老人连这点力气也没有了 不过无所谓 临死前能拥抱自己的儿子 对于老夫人来说已经死而无憾 而且孩子能活下来 对于老夫人来讲 简直就是天大的幸福 可慢慢的 老夫人感觉伴随着廖大的拥抱 自己的身上有一些疼 唉 这个傻孩子怎么和小时候一样 没点轻重 老夫人脑海中滑过了陪着年幼儿子 玩耍时 廖大天真幼稚的样子 慢慢的 老夫人的意识随着回忆 消失在了混沌里 而大笑着的廖大 一边撕扯下母亲干瘪的皮肉 一边如同小孩一般 告诉怀里残破不堪的母亲 自己真的好想她呀 但现在很好 她能感觉到母亲和她 已经永远都不会分开了 那一宿 这种荒唐诡异的画面几乎发生在随阳城的每一个地方 四日 对随阳城里发生一切都毫不知情的殷子齐突然打算齐齐随阳 之前一直在用封兵攻打 虽然效果不错 但张寻一直利用封兵的无脑冲锋防御 所以殷子齐打算转换思路 这次她要让正规军上阵 注重牧庄防守的张寻一定会被正规军打个措手不及 说不定今日就是破城之日 就那样 因此其指挥的又一次攻城战拉开序幕 只是这一次那些爬上城墙的士兵 在小心翼翼的躲开牧庄后 看到的却是一张张满脸狂笑 如同地狱恶鬼的隋养守军 惨叫尖叫大笑声瞬间在城墙上此起彼伏 甚至在一些同伴被隋养守军开膛破肚 拽出内脏疯狂进食的时候 叛军里看到这些的人开始不要命的撤退逃窜 前面的叛军后退 后面的叛军前进 践踏事件又造成了重大的伤亡 而隋养守军仿佛炫耀一般 将所有叛军的脑袋用他们的肠子连起来 挂在了城墙上面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 隋养守军在叛军逃离城之后 却没有丝毫追击的意思 他们好像只是不让任何人踏入隋养 殷子齐刚听到前线的战报有些难以相信 相比又一次攻城大败 让殷子齐完全没想到的是 隋养守军居然全部感染了 关键是这些守军被感染了 居然还能防守作战 从使用封兵以来 殷子齐第一次感觉 自己居然不了解这种瘟疫 之后的日子里 殷子齐又使用封兵和正常士兵工程 但都没有攻破隋养 甚至他还使用了所有的肃清军上阵 毕竟事态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听说湘基寺那边大唐取得胜利 好像整个局势已经开始向着大唐侵袭 各方的战报让殷子齐的脑子有些混乱 他听闻湘基寺那边上万唐军 和安庆旭手下完全感染的上万封兵对抗 鲜血让土地都快要变成红色的沼泽了 而隋养城这边 张巡和守军自愿感染守城 疯了一切都疯了 这操弹的世界真的已经完全彻底乱套了 然而在连续的围困和攻击下 坚毅且疯狂的隋养城终究还是破了 那些感染的将士 虽然吃尽了城内所有的百姓以及尸体 但本身已经快要饿死的百姓 又能补充多少的能量呢 在殷子齐手下 最后的几百个素星军登上城楼后 他们看见的只剩下几十个身形消瘦 脸上却挂着疯狂笑容的守军 然而殷子齐的注意全部聚集在人群中唯一一个不孝的人身上 那个人就是张勋 只见此刻的张勋满脸愤怒地望着殷子齐 嘴里尽是辱骂之词 殷子齐试图和这个不同寻常的感染者沟通 但迎接他的却是更加犀利的辱骂 听不下去的殷子齐直接将刀塞进了张勋的嘴里 这时他才发现张勋鲜血直流的嘴中只剩下了几颗破败的牙齿 也许这就是张勋不同其他感染者的原因吧 剩下的其余将士包括南济云徐远也皆对殷子齐辱骂不止 最后殷子齐命肃清军斩杀了被抓获的三十余名隋阳城将士 整场隋阳城保卫战张勋带领着七千余人斩杀了十余万叛军 赫江淮地区不陷入战火之苦将近一年 为大唐平定安史之乱赢得了大量的时间与机会 而在隋阳城破的第三天张勋等人苦苦等待的大唐支援终于来了 他们只是花了一天就打退了殷子齐的军队夺回了隋阳 不过这也很正常 毕竟殷子齐损失十余万的兵力耗费将近一年的时间 才得到了一个没有任何物资人口的破败城池 苦手虽扬的张勋徐远被列入了象征大唐最高荣誉的林彦阁 后世著名爱国诗人文天祥也曾写诗纪念张勋徐远二人 诗云骂贼张勋爱君徐远留取声名万古香